大学的时候学习表演专业 是希望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毕业之后才发现 原来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 我热爱北京 不止因为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里 也有城市与人的血脉相传 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 我们都要面对家人养老的问题 如果可以 我希望可以离父母近些 那是断一碗汤过去不会凉的距离 我希望我们的婚姻 以相爱为基础 尊重双方原本的生活习惯 互助互爱 请允许我 不得未来的她 用具象概念过快 因为在遇见她之前 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能做到的就是 已经为你 站在了最容易看见的地方 我是徐南 我来了 那你在哪儿 你的专属面膜 魔法传奇 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非诚勿扰急速地》 我和我妈妈都是单身 我爸爸也是单身 他等不等成我 已经没多大兴趣了 但他爸要跟他妈成了 我兴趣更大 你有没有被自己的帅心呆了 24号你有没有兴趣 你愿意的吧 我愿意 我肯欣赏你这样 我愿意愿意愿意 现在就没 他肯定会喜欢我 欢迎来到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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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IT界非常有名的名人 当时是没有牵手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说过他下去之后 还挺般配的 在很多的邮件当中 有一个女孩 跟他取得了联系 他们正在热烈的交往当中 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 他们已经结婚了 本来这样的消息并不少 我今天把它单独拿出来说 不仅仅是因为 他是IT界一个 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 更重要的是 他给我们栏目组 写来的邮件 让我和我的同事们 深受感动 甚至有点鼓舞 这是照片 哎呀 他怎么长变了 原来不是那样的 这哥们在台上 没有那么难看 他把那个胡子留起来 留到点胡子 好 他给我们栏目的信 是这样写的 参加《非诚勿扰》的录制 是我此生 最不可思议的经历之一 在情感上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 但另一方面 我也许是一个麻烦的人 我相信有真爱 但我并没有信心自己这一辈子 能够真的遇上 回头来看 如果不是《非诚勿扰》 我觉得此生都无望了 如果不是《非诚勿扰》 我永远不会认识我的妻子 他自小在加拿大长大 暂时在香港工作做企业咨询 不喜欢使用社交网络 我们各自的生命之路 相隔如此遥远 没有任何可能会产生交叉或连接 但我的那期节目 播出的那一期 从不生病的他 正好发烧在家休养 迷迷糊糊中 被我说的一句话打动 便做了他自己回想起来 也觉得疯狂的事情 记下了我留给节目组的邮箱 病痒痒的他给我写了邮件 也许是天意 在我收到的所有众多邮件中 我唯一回复了他 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 踏实感和从属感 4月份他随我回贵州老家 领了结婚证 成为了我的妻子 最后一句 感谢《非诚勿扰》节目 让缘分这种极度非理性的东西 因你们而变成了 这个星球上的真实存在 我是因为前一句 跟他们俩一会儿吃过饭 然后这女孩看着 就真的不太像是说 能够做出这种事的这个人啊 就他俩在一块的状态 是属于堂如无人的 就是基本上两个人只看对方 然后我们就不够聊着 那你还给人吃饭 你多余不多余啊你 后来就觉得自己特叙道那种 算了 不说了 你们爱去吧 但是从这个细节 我们可以看出来 财神是我们这个栏目组 曾经给他一份 售后服务中心主任 什么人家结婚了这些事儿 就是我们都派出财神去参加 祝福老婆 其实受到了服务 因为经常就有人就会说 你看节目的牵手率真的不高 然后有的时候一台节目 就下去一对牵手的 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个故事出来以后啊 我就会理直气算好多 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从这牵手下去 是他在这个小舞台之外 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给了那些嘉宾更大的舞台 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每个人其实命运都是 一个一个的连接点啊 这个节目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人 一张更加大的一个网 让他们有机会相识啊 其实我在想 我们每个人的职业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别人 还不要说影响别人一生 这是分量多重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 像黄继兴这样的婚姻 和她写给我们的信 让我和我的同事们 真的觉得我们的工作 哪怕只影响过一个人 影响过她们一生 这是多么让人觉得 热血沸腾的事情 我们将努力做好这件事情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新上场的4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西的珍杰 珍是珍国范的珍 青是清洁的杰 哦 杰是清洁的杰 我是今年30岁 是一个单身妈妈 有一句话说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就是一只努力打洞的小老鼠 谢谢 而且我是一只知道方向的小老鼠 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可以是粮仓 也可以是金库 我来这里我要找一个 有知道怎么呵护我的一个男人 呵护我的一个男人 不是呵护 是磕户 磕磕碰碰的磕 因为生活中有很多磕磕碰碰 磕到很多摩擦 但是他一难能够心疼我爱我的人 谢谢 为什么要把自己比作老鼠呢 你还一会儿粮仓 一会儿金库 听上去不是干好事的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虽然我是一只老鼠 我生的环境不好 但是我会努力 我有自己的方向 我知道我要什么 好 欢迎你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 第一轮亮相获得不少于22盏 能牵手女嘉宾的一个之后 都将获得由让你喝的 娃哈哈抚养水 提供的爱琴海抚养助理 还将获得由娃哈哈营养快线 提供的幸福牵线大礼包 同时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交流 本栏目部分男嘉宾服饰 由男装领导品牌海澜之家提供 各位女生做好准备开始 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欢迎收看由江苏卫视 为带来的大型生活类服务节目 《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王辉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谢谢孟老师 王辉 欢迎你 谢谢 这嘴皮子够溜的啊这个 这位是珍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王辉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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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结 不是我喜欢的款 然后我觉得好像太嫩嫩一点 谢谢 你刚才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还没有说你要找什么样子 有说吗 30到40岁之间的 然后就是最主要会呵护人 您为什么要找一个 30岁到40岁的 成熟 然后性格稳定 OK 谢谢 对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 一个人成不成熟 和他的年龄没关 和他的经历和阅历有关 我定义的成熟其实就有三点 第一个 懂得为别人着想 第二个 做事说话 有分寸 有度 第四个 懂得关心和爱我们的人 谢谢 我觉得这三点总结的都还挺好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片子 哎呀 女儿今年都28了 还没男朋友 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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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呀 哎呀 你好 需要门人士去看不看 来看一下我们造句 不想要了呀 那到来这边 哎 哎 那个啥玩意儿啊 您眼光太好了 这是我们2014年度 全国限量版精品男朋友 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惨地是贵州 4岁就会煮面条 16岁就出来跑江湖 现在呢 有三大功能 他现在是全国的培训主管 海南省的销售总监 再加上全国的经销主持 会议人 哎呀 少扯淡哦 给老梁讲点实用的呗 好嘞 他呀 夫人走动要赔外 满头大汗 朋友闺蜜 暗送秋波 坐怀不乱 大麻将那简直是身经百战 点炮 放水 赵母娘她肯定喜欢 那讲点性格方面的呗 性格特点 但是阳光爱笑 成熟 有活力 卖得了萌 少得了酷 给予旅游贴心的照顾 维修各种家电 毫不含糊 查收物流快递 自带WiFi 1200万 高清像素 女朋友想在哪拍 就在哪拍 您看怎么样 要不跟你女儿 来来 哎呀 妈妈 你看看 妈妈这么忙 饿死我了都 哎 她咋不说话呢 美兵唱两句啊 好嘞 您听仔细了 哎呀 我错了 那是后杂子 那么一旦发生了劈腿 搞暧昧 她就会使用自动混灭装置 那要是我女儿不喜欢 能退呗 大妈 您真幽默 不如你跟我闺女去搞对象呗 走吧 走走走走 我不要 我不要啊 我不要 我不要啊 谢谢 谢谢 这个片子很欢乐 都看出来了一个人演三个 这哥们我们还问了一下 了解了一下 据说从来没有表演的职业经历 是吧 没有 没有 我一直是做销售 现在做培训 他们 我的同事们觉得 你演得特别好 尤其是那个大妈演得好 是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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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那个女装的感觉是 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怕一阵风起来 对 在一个做女人真的很难的 你擦着口红你要喝个水 喝完以后又要重新擦一次 这个我没经验 你不用看着我 谢谢 谢谢 这个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没有大规模地展开讨论过 就是丈母娘 台上的这位女生 有没有人愿意花点时间 我先介绍一下 你们的老妈都是哪种款 我来问问1号 我妈妈经常就是会看着我 然后说宝贝啊 你长得真漂亮 越来越像妈了 确实像吗 我觉得不像啊 有没有她们的 跟老妈的照片 有你和你妈是吧 对 对 我们能看一下吗 可以 大屏幕 我的天哪 这也太像了吧演的 所以这个片子拍完 我真的觉得我妈很漂亮 是 对 一般来说 母亲可能就是要求 那个未来的女婿 人品好一些呀 那个能力强一些呀 对 收入好一些呀 对女儿好一些 对 有没有人 有没有丈母娘提出个 觉得很特殊的 很奇怪的那种 我比较胖嘛 那我妈妈希望我找的老公 就是老公的妈妈 不能嫌我太能吃 所以我妈妈的 有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我的老公可以 没房没车 我说最好没有妈妈最好 这是属于过分的要求啊 这个属于过分的要求 欧阳 我和我妈妈都是单身嘛 然后我妈妈她比我大一轮 她也是书豪 我也是书豪 等 等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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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轮 把这事说清楚 大几轮 大一轮吧 大一轮你赶紧介绍她来 大一轮你赶紧介绍她来 我妈妈她比我大两轮 她也是属豪 我也是属豪 然后我妈妈是6月份 我也是6月份 就什么东西都很像 然后有人追我妈妈的时候 或者有人追我的时候 我们两个一起睡觉的时候 就会聊 哎 这个男的怎么样 嗯 对 然后那个男的怎么样 嗯 不行就是 然后我妈妈跟我的 喜欢的男的都一样 她 都一样 有没有可能 看到一个照片的时候 你们俩都觉得不错 有没有这种 有 是吧 哎 如果这种事发生了怎么办 你妈也喜欢这个 嗯 你也喜欢 那就 那个人就当我爸爸好了 哎 太快了 太快了 那万一你妈也是 心肠闺女们说 哎呀 算了 她当女婿吧 那要发生了这样的事 怎么办呢 其实我也这样 哎 你别打岔 这个事很重要 来来来来 你把这事说清楚 那 那 那要是你和你的儿子 都看上了一个女人怎么办呢 好 这是一个很刺激的话题啊 你刚才想说什么 对不起 我打断了 没关系 是这样的 因为妈妈是单身 我爸爸也是单身 哦 不许瞎说 是真的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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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真的 这个 我也是 我知道我们台上很多女嘉宾 因为她和我一样也是 从小父母离异的嘛 所以现在我爸爸一直 带我没有重新再走 所以这边我也想通过这个舞台 帮我爸爸找个理想 你爸爸今年 六八年的 我妈妈也是六八年的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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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 她妈在湖南 在湖南 你们家在 贵州 哎 离得很近 离得很近啊 你是湖南哪里 湖南长沙 贵州贵阳 哎呀 很般配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如果在一块的话 你们就属于法 法律上属于兄妹了吧 哎 对啊 这有什么关系呢 这 如果这个事成了的话 这也是《非诚勿扰》的一段佳话 对 你们俩成不成的 当然最好能成 但你们俩成不成的 父母要是能成的 他能不能成我 已经没多大兴趣了 但他爸要跟他妈成了 对啊 我兴趣更大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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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也刚才 他的年轻人 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好 她们就当真了 你们要去办的 我说这么多 好 这个事下去之后 留个联系方式 好好好 哎 上面该干什么了 看下一条 看下一条 我的初恋发生在学生时代 那个时候因为某些原因 我错学了 跟我在一起的女朋友离开了我 但是后来我得知 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 他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兄弟 在一起了 他们今年也打算结婚了 而且他们还邀请我 做他们婚庆的策划和私营 我一定会去 上一段感情经历了 有两年半的时间 我跟他一直是异地念 但是在朋友的眼中看起来 我们很般配 也很恩爱 去年回去过年的时候 我把房子买好了 准备第二天给他个惊喜 结果第二天去他家里面 用他手机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挂断的那一瞬间 发了一条信息 就两个字 老婆 所以我知道他出轨了 我也没多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 哪怕这次我原谅了你 以后我也不会再相信你了 所以我放了一句狠话 我告诉他 你不要再管我 哪怕以后 我死在你的面前 我也不需要你为我留意地了 对于我的理想女生呢 我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 就是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以后 我都希望他有一份自己 喜欢感兴趣的工作 那么以后的家务活呢 我呢一样的也会帮你一起分担哦 谢谢 谢谢 那个前女友结婚还请你去 对 他们已经从高中到现在7年了 今年第8年了吧 你在那个婚礼上的一切表现 都还正常了 还没有去 好像太正常了 快去 对 请 我是想跟男嘉宾说 你的前女友结婚 然后和你的好朋友在一起 你是准备怎么给他们 策划这个婚礼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把他们的婚纱变成黑色 然后最主要的是 你是怎么能够接受这段感情的呢 很简单 第一个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拿得起就要放得下 再一个 人家在一起7年真的很不容易 再一个呢 我觉得 人家在一起7年都能感觉这么好 你不应该去祝福他们吗 但是如果换句话来说 是上一个女朋友劈腿的那个 可能我觉得 我不会祝福你 但我也不恨你 就这样过了 反正平平淡淡的 谁就是谁 谁互不影响就可以了 我还是很好奇 你怎么那么能演呢 说实话 开始我是真放不开的 后面那个导演说 有酒没有 我说没有 领导说我后面有 我去报了一瓶白酒 然后喝了一半 就是那样了 对 就放开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有什么可以表演的 在台上展示一下 要不唱一首歌吧 随便 好 OK 因为我歌词不太记得了 我唱几句暗箱送给大家 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 谢谢 当我的人离开花朵 暗箱残留 告诉我 无人来生 我收回我这个提议啊 我们让男嘉宾这个 转世才艺是为了给他加分 不是为了害的 太急了 不 补补补补补 来 8号 8号爱演 男嘉宾 你好 然后那个 你好 其实我看到你非常的阳光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发现你的感情经历里 透着一股 你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是不是周围人都说你特别好 这个你不是打算发我好人卡吗 不是 其实我想 模仿一下歌星唱歌 两个歌星 刘德华和王菲 好啊 唱丝了 别喷我啊 王菲松了 刘德华 等会儿 刘德华 等会儿 我说我真是比较大 我这一首歌星唱的 这一首歌星唱的 在前方 bütün都比较大 这一首歌星唱的 还是不比较大 我就是不支持人 我看她的 她没带走 对她的 你的命运在脸上忽乱的拍 你就像一个筷子手把我出卖 眼前的手掺 忽然被掩盖 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 又灭了 我不敢唱 王辉是一个对女孩子很好的男孩子 身边有各式各样的女孩子 但是我们都不来电 虽然只有24岁 但是平时说话做事都很老练 看起来像42岁的 工作中很认真 但是生活中的话 她很放得开也很玩得开 你要去跳一个豆皮舞 她肯定会马上跳给你看的 王辉因为工作的原因 一直把女朋友的事情给耽误了 我在这里给所有的女嘉宾承诺 如果王辉这是能牵手成功 我将安排王辉去女嘉宾 所生活的城市工作说到做到 谢谢 谢谢 回去跟你们领导商量 把你调到长沙 好的 好的 跟你老爸俩一块去 好的 谢谢 我还挺喜欢她的 因为第一 阳光 而且很得体啊 这个年纪确实是很成熟的 我也在努力在想她这样一类的人的 她的经历会有什么缺点 我到现在我没有想到没有想出来 你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块 生活和恋爱的人 我觉得任何女孩跟你在一块 只要她对你足够好的时候 我是觉得婚姻幸福的可能性会很大 所以即使她们不选你呢 我觉得在电视机前面 渴望幸福的女孩 我希望她能跟你联系 是个非常好的人 谢谢太前面了 而且我觉得是 很得体啊 她比较好的女婿的这个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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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遗憾 她把我的词说了 谢谢 太紧张了 站在那个地方就是第一号 很多东西没有发挥出来 嗓子确实有点不好 然后唱歌的话唱得太难听了 其实我在台下面唱KTV还是挺不错的 比较喜欢就是说文静一点的 然后呢有一定的事业心 脾气比较太大的就可以 如果有喜欢我的女观众 看我节目还不错的话呢 可以给我写信哦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442加女嘉宾编号发送到106666620 或者登陆《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真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正爱网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给大家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